从心脏钻出的寄生虫有多恐怖 把雄性变成太监的寄生虫有多可怕 最可怕的是 它们还是同一种寄生虫 今天就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大家从没听过的寄生虫 燕戈虫 一提到燕戈这个词 想必大家都会想起 不带皇上身边的公公们 很多古装剧里的太监都要经过这一步 才能入宫伺候皇帝和嫔妃们 但有这么一种寄生虫 叫做燕戈虫 这就意味着 一旦被它寄生 它就会帮你进生 切掉你的 懂得都懂 所以这种虫子 简直就是所有男生的噩梦 燕戈虫其实没有正式的中文名字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Cuteriba 其中的Emmasculator 指的是兽医燕戈动物的工具 因此人们才叫它燕戈虫 看这个节目的广大男同胞 也不用很紧张 这种虫子主要寄生的对象 是松鼠和金花鼠 很少寄生人类 不过看到这个被寄生的画面 相信还是会让大家毛骨悚然 为了不影响大家的食欲 所以会给一些部位打上模糊 这只正在进食的松鼠 它的肩膀上就被寄生着这种恐怖的寄生虫 远远看去 就像是长了几颗巨大的肿瘤一样 但如果近看这些寄生虫的话 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不断蠕动 流出枝叶的画面 可以说是相当可怕恶心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也介绍过一种拥有相似寄生方法的寄生虫 那就是马银 这两种寄生虫从外表看非常相似 但实际上它们就是亲戚 都是狂银科的生物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繁殖的方式 寄生人类的马银 有时会把卵产在接近人类的昆虫身上 最典型的就是蚊子 马银会在空中抓住蚊子 把卵产在蚊子的腹部后就把它放掉 只要蚊子去吸食人血 人身上的热量就会把卵孵化出来 变成幼虫 这时它们就会趁机钻入人类的皮肤里 慢慢长大 最后形成一个笼包 这种方式虽然复杂又麻烦 但同时也降低了马银被人类攻击的风险 一种会切掉雄性生殖器官的寄生虫 跟寄生人类的马银是亲戚 烟割虫究竟有多可怕 烟割虫的繁殖方式就不像马银那么复杂 它们通常会在松鼠经常经过的树枝上 产下一千个左右的虫卵 幼虫很聪明 它们就算在虫卵里孵化出来 也不会爬出虫卵 只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虫卵里 只要松鼠经过 卵就会粘到它们的毛发上 当幼虫们感应到松鼠的体温和二氧化碳时 才会从虫卵里爬出来 然后钻入松鼠的体内 开始它们恶魔一样的寄生生活 不过 这种寄生方式跟马银比起来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 幼虫能不能搭上松鼠的身体 完全是听天由命 万一一直没有松鼠路过 那这些幼虫就会慢慢地自然死亡 这种方式跟通过蚊子找宿主的方式相比 的确被动了很多 也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点 烟割虫产卵数量就会比马银多很多 除了产卵的数量多 烟割虫还有一个致命点 那就是它的身体构造 幼虫一旦寄生到松鼠身上 只需要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它们的身上就会长出黑色稻钩 这些稻钩能帮助烟割虫牢牢地固定在松鼠体内 毕竟松鼠也不傻 它们发现身上有异物 自然会想动手把它抠下来 可是 烟割虫不会给松鼠除去它们的机会 幼虫身上的这些小黑点 就是稻钩 所以就算松鼠有手 也拔不出这些虫子 幼虫们会继续在松鼠身上生活 等到了第二个礼拜 它们的身上会长出更多的稻钩 甚至还会长出两个尖牙 尖牙有利于吸取松鼠的体验 这段时间也成为它们生长最快速的一段时间 之后 只要松鼠不断进食 体力充沛 寄生虫的体重 就可以达到一天翻一倍的效果 时间一长 它们就会变成画面里的巨大肿瘤 钻心而出的寄生虫 居然是烟割松鼠生殖器的一把好手 烟割虫不仅拥有固定在宿主身体里的致命倒钩 它还会吃掉宿主的生殖器 烟割虫除了用头部的尖牙吸取宿主体液之外 还能用尾巴呼吸 所以它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到挖开的洞口 呼吸新鲜空气 可以通过这个画面 很明显地看出它们在蠕动 这种褐色的身体 差不多是幼虫的后期了 下一步它们要自动从寄主体内钻出 掉到地面上点成蛹 那这些被寄生的松鼠会不会死呢 一般来说 一两只烟割虫对松鼠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五六只的话就需要多补补身体 但要是十只以上 那就相当危险了 网上还有一段相当有名的视频 这只虫子从松鼠的胸部破体而出 而它正是今天的烟割虫 这个位置看起来正好就像是穿心而出的一样 于是很多人都认为 它是因为被寄生虫穿心才死的 但实际上烟割虫不会攻击宿主的心脏 而且松鼠身上只有一只 数量也不致死 经过调查才知道 它是被野猫抓死的 而烟割虫正好到化涌的时间了 这才有这个穿心而出的画面 说了这么多 最后当然要说一些它烟割的功能 这种虫子之所以喜欢寄生在松鼠生殖器的位置 主要是因为这里潮湿 而且很容易就能吸收营养 所以它们在这个部位不断吸取营养长大 肿胀的球状物看起来就像是被吃空了生殖器一样 所以在200年前 欧洲人发现了这种寄生虫 就以为它们是专吃松鼠的寄生虫 于是给它们取名为 Cutereber emasculator 虽然它们主要寄生松鼠 但也不是完全不会寄生人类 在1999年发表的医学昆虫学期刊上 有一篇论文表示 已经有三个被寄生在这种位置的病例 其中一个病人身上的幼虫 跟烟割虫的特征非常相似 虽然最终没有确定它就是烟割虫 但大家还是小心为妙 否则你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相当相当罕见的个案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生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